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CoApp 的標準到底是做什麼 跟我們的MQTT一樣 MQTT是在五六七層 底層是TCP 然後接下來就是有IP 所以我們也很類似 在 CoApp 裡面 它分為兩層 一個叫做 Request Response 就請求回應 因為網路的服務器就是有請求 然後這假設我們SERVER的話 那我們有回應 對不對 所以是請求回應層 所以有點像實作Web Server這一段 但是不只是這樣 它可以主動送出這個Event 這些事情是Web Server所沒有的 所以它是一個 比Web Server的 應該說功能面來看的話 它是比Web Server是更好的 另外就是我們的訊息 怎麼樣很 reliable的從 A 端送到 B 端 Machine Game Token Machine 用非常可靠的方式來實現它 另外就是在這個SERVER裡面 我們有講到所謂的 Binary Encoding Binary Encoding 我們待會就可以看得到 Binary Encoding 我們怎樣把 這個本來可能100多個byte的東西 把它壓縮到 可能就是只有4個byte 6個byte 或是10個byte 這樣的 這個可變的 這個風包大小的 那經由Binary Encoding之後 所有訊息 並沒有消失 比如說200OK這個內容的訊息 沒有消失 你一樣可以byte 可以把它放進去 但是呢 用的是不是2003個byte 而是用幾個byte來表示 用4個byte來表示就可以了 那我們後面再來看 底層呢 跟TCP 跟MQTT不一樣 這個MQTT它是配上TCP 所以它的問題還是存在 就需要3-Wave Hand Shaking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3-Wave Hand Shaking 只要是TCP 它都是需要先建立起連線 然後再使用網路 然後斷掉連線 這個是 只要是使用TCP 就一定要的 所以我們的MQTT 其實是也有Suffling 這個 這個Program 我們可能只是想要傳 這個 比如說我們可能一天就傳個三次 這個溫度的訊息出來 就好了 可是呢 你每次都要這樣做 然後要再傳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把它截斷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很多風包在傳送的時候呢 根本沒有效率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 因為你每天要送三次 你這個不能夠說 我這個 想送的時候就送 它要保持著心跳 還記得嗎 我們說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NQTT 卡拉爾跟 NQTT 不要保持著心跳 如果說 你不在的時候 每一次都要從 這個 如果說你還在的話 你只要送一個 PIN Request給我就好了 那代表你還是活著 如果不是的話 每一次都要 3-way hand shaking 建立連線 然後之後呢 使用網路 然後再把它中斷 然後 第二次 來還是要做3-way hand shaking 送贈料 然後中斷連線 所以NQTT 以 省電的角度來看的話 NQTT 可能不是一個好的 Solution 因為它要 隨時保持心跳 這心跳的話 除非說 你都在送資料 如果說你沒送資料的時候 時間到你還要跟他講說我還活著 所以送一些 這個控制的 這個命令出去 所以它比較 沒有 效率 就省電來講 它比較沒有效率 UDP就不一樣 UDP的話是一個 你file and forget file 就是送了 vashy 出去 然後你可以 forget 就是你忘記它了 就是它 這個東西出去了 它就會想辦法 送到你所指定的 這個 IP Address Destination IP Address 那它的安全性呢 在 在FQTT裡面呢 它有一個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叫 TLS 那這個在我們的 這個 UDP裡面呢 也有 Data Group的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所以等於是說 它有一個安全的機制 讓你這個 訊息呢 可以做加密 然後再送到網址這邊 那它底層沒有畫出來 底層這個就是 IP層 所以 IP IPv4 IPv6 的 你就要Follow這個標準 那就可以指定到 這台設備 所以我們呢 物靈網設備 IP問題就解決了 好 那 再請求回應這一層呢 定義了 剛才講的 Restful的四個命令 Post Get Put Delete 那其中 Post就是 我新建 我的設備 拋放起來了 那麼我要註冊我自己 告訴別人 我是 誰誰誰 我是咖啡機 那我有什麼的資源 比如說 比如說 有哪些Sensor的資源 哪些Entry的資源 就會 這個 告訴 我們的 甲道器 有了這個 連線到甲道器之後呢 你的手機拉起來 你就可以用Get跟Put 去跟這個設備做互動 Get就是抓它這個 設備本身能夠偵測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它本身的一些 這個耗電 比如它有累計這個耗電的這個 每個月耗電每天耗電每個禮拜耗電的資訊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 Put的話就是實際上去做控制 我們可以去 控制這個燈 打開或控制這個燈 把它關起來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你是哪個設備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URI 下面是一個URI的 格式 這個格式比較多 我們就直接看 當然就是我們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的 這個IP HOST 然後它的PRO 然後它的這個 這個路徑 還有一些QUIRY STREAM 那這就是我們標準的 URI的這個格式 好 那URI的格式呢 首先就是當然需要就是你的這個協定的名稱 我們這邊的協定名稱就是 這是COAPP 這是等於類似HTTP 那這個是COAPPS 相對於就是HTTPS 所以呢 這是TCP的 Server 那COAPP呢 可以想成說它是UDP的Server 這樣 那它使用的是要 這個 reliable transmission 常常要保持新調的這種方式 那COAPP的話 不是 想送的時候就回合起來 然後送資料 然後又回去睡覺 好所以首先就要知道說 我們的前面呢是打COAPP COAPP 冒號 斜線斜線 然後這是你的IP address 然後你的resource 這樣 那另外就是你有時候登錄要密碼啊 所以有username跟password呢 可能有時候你要把它放進去 如果沒有username跟password 馬路可以用 那就直接可以使用 那再接下來就是HOST HOST就是我們的 這個我們這個物聯網設備的 這個這個名稱是什麼 那 可能是你有注射在domainnet server 就可以講你的 你的比如 DOW.TDU.EB.TW 或者是你是在網路上的一個IP address 經由address的這個routing 就可以知道 從某個東西送到這一段上面 那TCP 這個POR的話 就是 UDP的POR 這樣 那TCP當然就是指那個 SDBP 或者是 那個 我們剛才在那個什麼 這個上禮拜介紹的 MQTT 都是屬於TCP的POR 那一個POR 大概就是用 由16個bit 所形成的 所以它最多就是 就是2的0次方到2的16次方 這麼多個POR 可以被使用 就像當你說你的一個電腦 開了2的16次方的server 在這邊 那TCP的POR當然就是80 或者是8080 COR的POR default是5683 5683是屬於 沒有加密的 這種 這種 途徑的 的server 那5684 5684就是走 這個 COEMS 換句話說 它的這個 像我們這個HPB裡面是80POR跟443 對不對 這兩個POR HPB S的話就走443POR 那我們這邊 這個沒有加密的是走5683 有加密的是走5684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這個什麼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 我們的一個設備裡面 可能有非常多的資源 那怎麼描述在一個 小小的設備裡面 那另外也可以做 Query Stream 跟Fregmentation 這個我們就 不會用到 我們就是怎麼樣去描述 我們的設備的功能 比如說你假如 像我們智慧插座 裡面有四個插座 有四個relay 那四個relay到底怎麼描述 那如果說裡面還有測電 那測電機裡面怎麼描述 如果還有測溫度的 那你怎麼去描述說 你的這個 這個 智慧插座有多熱 怎麼去描述它 這樣 所以就有 就有Sensor 比如說這個 溫度的報告 屬於Sensor的部分 或者是有 Etuate 控制relay 讓電短通 然後去 啟動或關閉什麼設備 那 URI這件事情 我就不詳細去講 你們就直接 在Wiki上面去了解 就好 好 剛才講說我們 在這個 Core App的這個最上層 這個Request Respond 定義的四個層 那基本上最主要就是定義了Post Post 等於是說 注意一下 我們的 你現在在寫的 就是在寫Server OK 所以你今天做的是Server 那這個Server 就是會讓你的手機 去使用 所以你的手機是Client 那你的所做的事情是Server 所以你的Core App Server 也就是說 我們的互聯網的這個設備 會告訴互聯網的夾道器 現在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 那這個 這個跟我們MQTT不一樣 MQTT的話就是我們有MQTT Client 然後呢連結到MQTT的Broker 然後上面的造一些Topic 然後呢另外一些另外一群Client呢 可以呢去Subscribe他 這是我們的MQTT 它就是用Broker來仲介這兩個 那我們的這個Core App呢 是第一個在同一個網路的 頻段裡面 然後呢 它有一個Gateway 有一個IoT的Gateway 或者講Core App的Gateway 所以所有的設備呢 都可以去 連線到我們這個Gateway上面 這樣子 那我們的手機呢 其實也是一個Client 可以連到這個Gateway 那既然 手機跟這個設備 已經連到一個Gateway了 我們手機就可以去控制這些設備 所以呢 但是我怎麼控制呢 我們的 Server要告訴物聯網 夾道機說 我哪些資源 你的手機呢 可以來控制它 好 那這個是 Post呢 是我們 物聯網的設備 充電之後 主動去告訴Gateway 另外的話呢 這個Gateway呢 如果想要知道 那Gateway我們就叫 Core App Gateway呢 可以下 斜線點 VNR 斜線Core 你這個是 Core App 他們當初 可能在測試來什麼的 就是用這個名字 所以你如果送一個 命令呢 叫斜線點 VNR斜線Core 的話 那麼 它一樣可以把這個 Core App的 有哪些資源呢 把它抓回來 那基本上我們是直接Post 出去 所以 還有印象說 以前有做到的時候 怎麼有Post的命令 出現 基本上就是我告訴我的Gateway 我是誰 那我裡面有哪些資源 你可以控制 Gate的話 就是一旦連線上之後呢 我們的 Core App 可能就是手機 或夾道器 它就可以對這個 Core App的Server 提出資源的請求 我們去看 你的溫度幾度 濕度幾度 之類的東西 所以寫法有點像我們Gate 然後這是我們的 Core App的協定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IP Address 這是我們IP Address 那當然也可以 Domain Name 所以這是我們Domain Name 然後接下來是 5683Pol 是走沒有安全 這個 沒有 這個Datagram Security 的這個 加密的這種東西 然後呢 抓它的溫度的資料 就把溫度的資料把它抓回來 POOT的話呢 就是 對這個 Collab的這個Server 我們的Client 對這個Collab Server 提出 支援的請求 比如說 請把燈 點亮 或者是 請把電風扇打開 這樣子 那做法就是 POOT 然後 一樣 這是設備 這邊是我們的 IP Address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支援 這是我們的支援 然後我要對支援呢 去做怎麼樣 資料的改變 我們通常 E的時候會亮 然後0的時候會暗 這樣 那當然 你要在Tip Go的話 就是0會亮 然後E會暗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用 E來開啟台燈 這樣 Delete的話就是把這個設備 把它刪除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一層 下一層就是利用 Fire Encoding的方式 把這個風包呢 做得非常小 這樣 本來是 Web Server裡面能做的 一樣做一樣一樣 做相同的功能的 它又有200個by來表示 那我只要4個by就可以 那 這是第一個 用這個Binary Encoding 第二個是 Binary Encoding 它的設計的時候 還要注意到說 我寫這個 這幾個by的裡面 幾個bit裡面的內容 它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就是 解析風包的 複雜度 可以變低 所以Binary Encoding有兩種用途 第一個當然把 那個by的 這個個數 從200個by 縮小到這個個位數的by 但是我們還原整個內容的時候 複雜度要低 而且就是訊息的 這個 風包就變小了 為什麼 因為 Binary Encoding 本來200by 現在變成 4個by就可以了 所以 傳送的這個風包 就變得比較小 那它怎麼去做這個內容的呢 它有分為表頭的部分 還有就是可變長度的部分 它這個訊息的風包就分為 這幾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它風包的格式 那最少就是 4個by 這個東西 大部分的 很多東西就是可以用 4個by 的來傳送 控制的命令 這樣 那它切成 就是version Token 然後code 這個是comment type Message ID 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 Token 這件事情 就是描述 Token的長度 如果說在某種情形的 情形底下 我們這邊 可以描述 Token 所以就4個by 要加上幾個by 如果說你是 有 有要put again的那些內容的話 那麼這邊是有8個1 後面就是你的 Payload的資訊 要放到這個 裡面 所以有點像就是 Control 如果說你的Data 就會放在 Payload這個欄位方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version version就比較簡單 因為它目前只有一個版本 它只有預計 就到4個版本 0 1 2 3 有4個版本 所以現在就是用兩個by 目前是1 目前這個 這個還是算很新 還沒有 這個改良版的這個東西出來 另外的話 就是說 這個1 這個有什麼好處 因為如果說你說 你是口愛風包 那偵測 這個 就第一個 半讀進來 然後偵測這兩個by 如果不是1的話 就把它捨棄 就直接把它丟棄 就不用處理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type 這個type 這個還蠻重的 這個可能要專心聽一下 這個type 是兩個by的 兩個bit 那把它分為 第一個是confirm 需要confirm的請求 或回憶 這個聽起來有點繞口 可能不容易了解 你先記住一下 confirm是什麼呢 我們不管是request 那就要有response 這樣 那我們有可能是有 Response的request Response的request 然後呢你會有一個 request的response 這聽起來有點繞口 後面我們再講到 在event driven的情形底下呢 這個 需要 不管是你是request 然後response的方式 也好 或者是你先做了一個 你先註冊說我要 要請你有事情的時候告訴我 然後他一樣可以 就是說 送一個 這個 Response的訊息先給你 然後再回ack 這樣是可以的 所以這種 需要 這個回應的 這種就是叫confirm的 這個message 也就是說他有點像描述我們的命令 要不要回傳的 這個 這個 訊息 回來 如果要的話 那我們這個 兩個bit就要放00 如果說是 是nonconfirm的這個message的話 也就是說我送過去的時候 你收到也好 收不到也好 那就 就不用再送 這個 erkenology訊號回來了 所以是nonconfirm的就是 有點比較不reliable confirm的話就代表說我確信這個東西已經送到對方的手上 另外的話就是 你有confirm的message 那就要有erkenology 所以2就是erkenology的風暴 如果說我們是confirm的request 或confirm的response 那麼 不管怎麼樣都要 收到app 這個風包回來 最後就是你可能系統亂了 你可能可以對他整個系統做reset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風包裡面 你要求這個server reset你自己 這是可以的 好 這個token跟這個message ID 他都是做相同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唯一的碼 來指定說 就是我這個風包 你會感覺很奇怪 明明message ID就可以指定到自己了 為什麼還要另外一個token來講 他就是他自己 我們後面就會用 co-app的protocol的這個案例 來解釋 為什麼你需要兩個ID message ID也是ID 一個token也是一個ID 為什麼一個co-app server需要 兩個ID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繼續介紹 這個co-app的風包設計上面 這是我們的 傳送一個風包 他有很重要的 如果說你不需要兩個ID的話 那麼你這個就沒有token length 這一塊就沒有 如果你需要兩個ID的話 那麼message ID一定會存在的 那另外的話 需要的話 他這邊還可以 給一個 另外一個secondID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 那個 應用案例 會用到先記住 需要兩個ID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co-app 這個地方 co-app這個地方 一共有八個bit 其中 三個bit 是用來回應 還有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這樣子 前面的三個bit 我們可以看成是一個class 後面的這五個bit 可以看成是detail 所以它是有三個bit的class 跟 五個bit的detail 它的class是什麼呢 class就分為 0 0 2 4 5 0 0 4 5 5 0 0的話呢 代表什麼 0代表request 它是一個request的封包 然後2的話 我們不是回答不是200嗎 對不對 200代表OK 那404 就是錯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它一樣 就是把那個http裡面的 回應的內容 也把它 加到這裡面來了 所以 2 0 1 代表成功 401 401 代表某一種失敗 那失敗有兩種 可能是client的時候 送出來的請求封包 對方看不懂 那就是400系列 那500系列的話 是說我看得懂 但是我沒有這個能力 去實作 或者是說我看得懂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做 那所以呢 這就有400跟500的 這個方式呢 來回傳 那其中呢 這個0 如果說我這個是 放0的話 類別0的話 那如果說我是做1 後面這個 就是這5個bin 1大概就是 0001 如果是1的話呢 它就是做 request 就是做 request封包裡面的 get 就是 我收到的是要做 get的動作 002 就是0010 它就是做 post 0011 就做 put delete 0 這個 001 00 它就是做delete 所以如果說前面的是0的時候呢 後面只有四種合法的這個 單元 然後分別就是實現了 那個 requestful裡面的四個request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 剛才講說 這個 這是請求嘛 請求有請求就可以看說你的請求有沒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就2系列 如果不成功的話可能是clime的這個command有錯 或者是沒有錯但是我做不到 這個4跟5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那就剛好 0123 012 不是有1234嗎 所以你看就是 這個 201的話就是create成功 然後202是刪除成功 然後 這是 這個是 改變成功 然後內容讀取成功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follow 原來 那個什麼 HTPP Procode裡面的這個內容 那個來做的 那 改變成功就是你做put 然後 這個 讀取成功 你就是做get 所以就會put theget的這個回應 就會變成204 205 這樣子 好 如果說有錯的話 那大家會說400的這個內容 400的內容就是 可能就是 Client送過來就有錯 比如說是 Ban Request 或者是 unauthorized 這些 那接下來就是 Server有錯 就說我做了 然後結果發現 錯誤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個就不用想你去講 你就自己可以去參考一下這個 Core App的這個 Documentation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Message ID Message ID的話 它就是 所有風包裡面 都要 唯一的 有一個唯一的 識別碼 那這個風包的 識別碼 是 2的16次方 所以其實應該是 在輪迴2的16次方的這個Message 的時候 應該就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它用16個Beat 來表示 所以它是一個唯一的識別碼 但你會講說 老師2的16次方完之後又會變怎樣 的確 就會回到0 那 但是 中間層距離那麼 那麼久 所以可能是 這個 前面這個0跟後面這個0的這個風包應該是不會碰在一起 那目的就是要偵測說你的風包有沒有重複送 所以這個Message ID就是代表這個Message 它的一個唯一的識別碼 然後Token也是一個ID 也是一個ID 但是你沒有看它的Spec的話 它這樣寫你根本不清楚 所以我們就講 只要是Token Token就配合Token的長度跟Token的內容 也是一個ID 我們叫Second ID 這個內容我們待會來用這個Protocol來解釋 接下來就是選項 這個Option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設定 其實有一項就是caching 比如說我們現在收到這個資料 然後在多久的時間之內 這個資料不太會改變 所以就不用再去抓這個Corep的資料 這種就是叫caching 最後就是要有8個1 這個Payload的這個Marker有8個1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要送的這個內容 所以它的格式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 來看一下說我們的 這個 選項之後我就不講了 這個太花時間 這個動作 有4個1 所以我們在這個 這個東西 這一個 是 谢谢大家